而我们持续还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台大市召开记者会表示说 经过审定委员会的调查 认定林志坚他的论文是涉嫌抄袭 所以要建议撤销他的硕士学位 新北市的中和区的议员参选人 李正浩他也说 国民党现在有搜集 所有陈明通指导过的 民进党重要人士的论文 他还贴出了资料库的部分截图 就像是这一些的PDF截图 还说目前都比对完成了 国民党磨刀祸祸 要寻找第二个林志坚 目的是要让民进党失衡遍夜 而我们持续要来问的就是 民先议员想要请教您 关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有听说真的是 有在磨刀祸祸 寻找这些被陈明通 指导过的这些学生吗 真的我想这样讲 因为有念过 不要说台大有念过硕士写 写论文大家都知道 论文除了包括各章节之外 甚至最后也要写DOA 这个都有编号 这个在所有学术伦理 这个都要编号 然后包括所有都要认证 甚至要打上台大的 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我们的印章 这些通过严格审查 不好意思啊 这篇老王卖瓜 就说自己自唱自夸 这是我的论文 都有要经过严格检验 然后所有这个才会送到台大图书馆 然后最后送到国图里面 然后我们台大怎么要求 我是去年 我也是硕专班 我是政治正研所 我是政治所的 然后我们系 我们系所有要求 除了比对要15%以内 然后所有的论文都要要求上网公开 我再重复一次 必须要上网公开 这个很重要 我再重复一次 那陈明通总共 他总共执导了173本论文 大家知道公开 上网公开几本吗 只有5本 173本 只有公开5本 这不是看得贵 这是有问题吗 连我 我都不敢说 我的论文有多少学术价值 我是写那个电子烟的 那个政经分析 台北市要定议 那个电子烟自治条例的政经分析 我都敢上网公布了 那请问 陈明通指导了学生 为什么你的论文不敢上网公布 而前前后后 从84年到现在110年 总共20几年里面有173本论文 只有5个人公开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 或有什么见不得人 扑不得光的 还是陈明通指导的论文 都是涉及国家大政 涉及专利财产 这不是变孝的吗 陈明通叫国巴索 以前叫三民主义研究所 他的其实国巴索跟政研所 课程有一些是比较接近的 他是涉及政治相关的 甚至也两岸相关的 那陈明通的学生有哪些 郑文燦 潘孟安 高嘉瑜 邱志伟 审发会 郭国文 甚至还有民进党的 很多北高市议员都是 那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 专门找陈明通 还是陈明通 比较好混 还是比较容易过关 还是陈明通都跟这些人保证说 拜托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一定会比较 这实在是有问题 所以 现在台大除了撤销林之间的 硕士论文之外 也要调查陈明通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论文很简单 虽然只有五本上网公开 可是这个论文 因为我们毕业之后 都要送到国土 就过去我们讲的央土 每一本都查得到 我也讲很清楚 我的硕士论文都公开 你民进党或任何人 要拿去比对 哇你比对啊 我没差啊 我台大 我经过我们台大比对过 我的才9%多10%而已啊 每个人都去比对啊 只要15%以内就符合标准 那林之间的是40几% 不符合标准 所以 所有政治人物的都拿去比对 特别陈明通的173本 你说我都没船吗 为了打选举 我觉得这个大家 不只说检验大家的学术标准而已啦 而且检验政治人物的一个诚信 大家要去进修 要去念在职班没有问题 可是照顾来嘛 有老师 有老师指导过 可是硕士论文还是要自己写 经过学术检验 不能用抄袭的方式 这是破坏学术伦理 好我们谢谢民贤艺员 带来这么精辟的分析 可能现在真的很多被陈明通 指导过的学生 都有点瑟瑟发抖了 不知道这个选举之前 还会有什么更多的未爆胆呢 好其实呢 我们这个看到台大现在呢 公布说林志坚 他的论文是确定 是有抄袭这样的行为 我们中天新闻就独家做了 这个街头直击 其实蛮多年轻人听到 这样的消息 都大战台大真的是太有gots了 不畏强权 也不怕得罪政治人物 还说呢 真的是有点风骨了 我们看一下 到底大家的什么看法 台大认定林志坚论文抄袭 而且情节重大 核定撤销硕士学位 撤销硕士学位很合理 为什么 不应该抄袭啊 这个没有话讲了 这个没有话讲 真的没有话讲 台大这样不错 台大真有种 台大很有种啊 不畏强权 但这就是台大厉害的地方 他竟然不怕得罪政治人物 不怕会有背后势力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林志坚BBQ了 台大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选择 无关政治 一翻两正言 有抄就是有抄 写的烂的也是自己写的 就是这样子 台大就是说他本来该做的事了 然后没有被政治摸头 我觉得就很值得暂取吧 一句话 终于有点风骨了 独书人还是要有点风骨的 事情再闹大一点吧 怎样 继续往上销吗 要彻查一下啊 彻查谁 陈铭通 为什么 他指导老师陈铭通吗 乱搞学校 把原来的论文教授都给火定了 原来的论文审查教授要出来讲话 陈铭通也出来讲话了 他说他没有消息 指导教授都出来讲了 指导教授乱讲吗 林志坚则是大声喊冤 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 怒批台大 未审先判 甚至说有没有这个学位 对他选市长没影响 就蛮不应该的 什么东西 不是抄袭吗 就是别拗了一开始认错不就好了 有抄就有抄啊 就不要再拗了 赶快认错啊 抄袭就是抄袭啊 怎么样啊 不管他是不是政治明星 学术是学术啊 政治是政治啊 我就觉得说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位置 你应该做什么事就要去承认 因为你觉得你承认不愧 对你的选民嘛 抄了就抄了啊 台大也证实 已经接获检举要调查 林志坚的指导教授 同时也是国安局长的陈铭通 我觉得蛮有种的 因为是国安局长 对 国安局长是谁啊 国安局长 然后呢 他也是台大教授啊 他应该要为他的台大身份 他的台大教授的身份负责嘛 那个陈铭通啊 怎么样 他一定是帮他拗啊 要调查 他们可能一起啦 他们可能一起干啊 他的学生论文抄袭 他身为指导教授一定是知情的啊 教授有好和不好的问题啊 不认识我教授都好人啊 对啊 那如果不好 不认识教授 那应该抓到调查嘛 如果你有种一样 我还蛮支持他查的啊 我会觉得就是 因为事情都翻出来 你要再掩盖 总是会有漏洞啊 陈铭通他 就算他是 他是国安局长嘛 对不对 他现在的身份是 兼任教授 可是呢 能不能够查到他 就是我心里还是会有些疑问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 台大真有种 硬起来了 要来科普一下喔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喔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鸡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鸡